主理屬城基本上就像我是一個保母 照顧小朋友 需要跟他溝通一下 每天都需要去看看他的狀態 去餐廳或者凍肉店 相信大家都經常聽到屬城這個定義 這間店就是一間屬城專門店 除了見慣見熟的牛肉 還有平時得高級日式餐廳才吃到的屬城海鮮刺身 現在我們的海鮮基本上有魚、有銀魚仔、有魷魚 屬城期就像魷魚一樣 基本上是三天左右 而銀魚仔就比較複雜的過程 可能需要一個多兩個星期去做 而三文魚大概熟成了七天 而海荔魚熟成了十二天 跟平時熟成牛肉比起來 熟成海鮮就多了些步驟 我們會用一個超低溫的冷凍 用-35度的冷凍過程 亦都可以進行殺技生蟲 以及保存魚的質感是保存得好的 做熟成之後 我們亦都會用一些鹽、醬油 去進行一個殺菌的過程 比起平時的刺身 油脂感亦相對重一些 魚味更加濃 其他熟成肉都很多 好似牛肉就有阿根廷或者澳洲 牛舌、油蜂鴨等 一般我們阿根廷的大龜的大龜的大龜熟成28天 吃出來的口感 就是它會有些少脆味 有些少芝士味 也都牛味相對比較濃 這件就特別熟成了45天 牛味更加濃 肉汁特別豐富 他原本是特殊兒童治療師 不過喜歡煮食 退休後就開了私房菜 最近再開了凍肉店 我自己覺得 人生都是一個經歷 都是一個過程 自己很想在這個人生裡 經歷一下多一點的事情 在我如下光陰裡 我也很想自己做一件很有興趣的事情